對 鳳梨夏夫 說說他的故事 在墾丁養了一大堆的龍蝦 這是澳洲那種翱蝦 沒喝吃 很壞吃 沒肉 頭很大那種 弱一點點 然後就推銷不出去 突然有一天 他發神經 他看到電視在播說 金正恩先生呢 他在瑞士念書的時候 每天都吃龍蝦 然後拿他回國之後 他就叫他的那個農業部的人 去幫他養龍蝦 因為是緯度跟水質的關係 都沒成功 他就槍斃了很多人 所以那個 我們那個鳳梨夏夫就說 這個我可以擔當這個 種者大任 他真的就寫信給金正恩同志 說我是台灣的某某某的龍蝦大王 我願意到平浪去 餵金主席養龍蝦 真的給我看這封信 他給我看 我就說你別嚇掰了 你想死啊 他寫中文 他找一個記者朋友幫他翻成韓文 就真的進去了 你知道嗎 真的 回信了 真的回信了 他就很興奮 然後那天 好死不死 那個周云鵬剛好來找我 我就帶周云鵬去吃飯 然後又碰到蝦夫 蝦夫就很興奮 就 我 我 欸你知道嗎 金主席真的回我信了 我這筆 我這筆貨要搞定的話 我真的 我就是龍蝦大王 然後 如果是台灣的話 我就找蝦王琪來代言 然後 如果是大陸的話 我就找周云鵬先生來代言 然後 他找兩個蝦子代言蝦子 然後他就自己 他叫陳家夫 他就說 我自己就改名叫陳蝦夫 真的假的 都是真的喔 這故事還有後續的進度 因為蘇比有遲到 他真的去了 他後來真的去了 然後你是怎麼知道 他的消息是很輾轉的 對對對 他回來之後 變得非常神秘兮兮的 我覺得那個 北韓應該有給他新的任務 因為他突然有一天 打電話問我說 你有沒有認識 做藥廠的朋友 我說 蛤 蛤 你不是去賣蝦子嗎 蛤 沒有 那個我 嘶 我不能跟你說 但是我悄悄告訴你 你電話裡面 不要 寫頭出去 那個 北韓的那個 農業部的人 喔 跟我說金主席 其實需要的是那個 感冒藥 北韓被封鎖很久 藥物很缺乏 所以 當務自己其實不是龍蝦 是藥品 所以他就問我說 有沒有認識那個 藥廠的 做藥的朋友 趕快聯繫一下 真的 人家很需要藥物 但是 突然變好心了 他最近又不見了 我不知道他 有什麼任務 我有跑去了 所以我還不是從書 嗯 就是怪人都會碰到一些 怪朋友 我還是要說 這是一種抒情的書 講個抒情的段落 旁邊有一個東村的美女畫家 對不對 啊 嗯 那個是掰的 那個是屈尼的 是喔 好可惜喔 還有什麼 好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要不要開放給大家 我相信讀者朋友 應該看了書之後 有很多問題 例如說那個 畫家 原來是掰的 太可惜了 好像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好啦 所以開放給讀者朋友 一個幾分鐘 十分鐘的QA時間 好不好 你可以有點QA的時間 修人家忽然巴托在遠方 我之前有問過聲歌啊 為什麼忽然巴托在遠方 因為一直都沒有到嘛 那個旅行到最後還是沒有到那個地方 好 難得的機會 在座朋友要問聲歌什麼問題 可以來QA一下 來 先舉手的 先打 有嗎 誒 剛才笑這麼高興 現在全部變害羞 我們問他們問題 好啊 把握時間喔 有十分鐘 大家有沒有看完了之後想知道的 對啊 裡面很多 應該要問一下的啊 這是聲歌的親身經歷嗎 嘿是這位小姐 我想問一下去年 去年 有什麼時候在 因為去年我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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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下學的時候 去年也去了 藏那斯 我們大概是窮天了吧 因為已經下學了 但是那邊不是說 十月就已經沒有去 我們啊 所以你們有去 因為我們要留一點時間 留一點時間 給那個 土匪跟強盜啊 因為剩下的時間 是土匪跟強盜的人 就好像 欸 晚上是阿飄的這樣子 所以你們只有在 那個 卡拉斯的那個地方嗎 有去旁邊那個 河路跟阿拉斯嗎 我們主要是住在那個 布爾金 我也去 我也去 但是 嗯 管得太遠了 因為 我覺得 你整個大陸 雖然都努力的在提倡旅遊 但是 他們大概 大概 大概 就是 每一個人就 就 每十個人裡面 大概有兩個人 在 在監視你這樣子 就是很辛苦 真的 一整個 但是這個畢竟是 比較 沉重而長遠的問題 就是 新疆人的那種 喔 生活的態度 跟漢人的那種摩擦 維族跟漢族之間的矛盾 對 這確實不是我們 外人 能 能 能說上什麼的 嗯嗯嗯 這就是大事 西藏 西藏 和新疆 多少 西藏 好像也挺嚴重的 這樣子 嗯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所謂的漢人 老是用一種 這種姿態來 來 來 怎麼 不能亂講 哈哈哈哈 越長越黑 哈哈哈哈 好 請說 春風大酒店這首歌 中間一段是女生唱精細 請憲哥講講這一段的創作背景 春風大酒店的創作背景 這個歌 這個歌本來是 要給那個胖子唱的 我後來幫胖子做 對 憲哥也幫艾未未製作一張專輯 對 他做音樂的樂趣呢 我不是很清楚 他可能疲養 他在修理他自己這樣子 他認為藝術 是處理空間的 他就是平面 就是說 純藝術是處理空間的藝術 但是他有一點 他掌握不到了 他老覺得 音樂是處理時間的藝術 我認為 可能比較 比較 比較難 處理時間的藝術比較難 因為 他都怕老去 怕死掉 什麼什麼 所以 老愛先生大概也想 處理一下時間的藝術 所以 只要是 在北京發生的事情呢 我 我 我的 我那個寫作的 和音樂製作的過程 總是不免會想起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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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總是有這個 阿飄一直在 回響著 所以 所以只要在北京錄 那個都是在北京錄的音 我就會 就會想要加入那個 北京的阿飄的聲音 萬愛連北京也是這麼來的吧 我哪會在北京啊 對啊 我哪會在北京 確實也是 因為 當時就在北京 錄的音 然後 寫不動了 我一直在想 啊我哪會在北京 然後我就跟那個編曲裡正反 我就一直跟他 complain 然後我就說 好累喔 我哪在北京 我的創 我一直在這樣唱 他就說 這個可以錄啊 這個可以錄啊 你笑的嗎 我哪在北京 你的創 啊啊 這個可以錄啊 這個可以錄啊 就變成 我就寫了這個 我哪在北京啊 結果 就有一天就看報紙說 所以這首歌是描寫一頁 台灣人在大陸的一頁情 所以就變成禁歌了 黑名單又黑一條 這個玻璃心怎麼那麼脆弱啊 我怎麼寫它就傷到它的心 這就奇怪了 這大熊貓真脆弱 還有問題嗎 哇一下子多好多 後面這位小姐 中間就你 所以你剛剛是人 忍住嗎 我想問一下 就是我的書裡面 哼哼哼 哪來的 你是交換生 我是說你 哪个故乡来的 就是故乡来的 你的故乡在哪里 我的故乡在你们故乡 开玩笑啊开玩笑 我是在海南来了 听说去海南肾脏要好一点 你本来要问的是 我的问题是 我想问一下在书里面 那个没有目非的小孩子的本 那个是有故事吗 着马不要哭的那个故事 那个不是虚拟的 那个是真的 确实是因为当时我们 我们那个爱胖子 爱卫卫就说要帮佐叔拍一个MV 不知道为什么MV要跑到那个 那个长城那边去 很远很远的地方 然后他说要找乳牛 找乳牛拍MV 我就看到佐叔一直在那个牛圈子里面 一直在弄牛大便 我觉得他在整他 他不知道 然后 然后我们就去散步 就在那个长城边上散步 然后那 大陆基本上是 都火化嘛 对不对 就没有坟 可是那个比较 穷的偏乡 就有一些老坟 各各在那 就 就 就确实有这种感觉 就一个小小的坟这样子 然后我们几个汉子就处在那边 就冥想 这个 因为我有时候 虽然稀皮少年的 可是有时候 我觉得很多事情 其实是 一周大霹雳的时候就决定的 所以我为什么会认识这些人 然后 在一个这样的黄昏 在一个这样莫名其妙的日子 就到了那个村子里面去 然后就拐到那个巷子里面去 然后就走到那堆坟里面去 然后就发现这个小小的坟 那个小小的坟 上面也串了几个铜板 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人的名字都没有 好伤心喔 这个妈妈一定哭死了 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命运吗 我为什么都跑到这里来 我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话 为生命 为一种 一种一种 进程 一种 未来 我如果能说话 我就一直要说话 我如果想喝我就一直喝 好 刚才还有 我的意思就是我要活得很绝对啦 就是活得很积极 就是我能做的我就要 我如果能喝我就要喝 我如果能 能运动我就运动 如果 我有梯子我就要跑到月亮去 就这样的意思啦 刚才还有谁 举手来着 这位男生 好 好 先生哥不好意思 我也是碰着 我北京来的 然后 我今天跟马逊老师 我有在登南 兽强老师那天 我们一起见过 好 是 就是我想问的是 因为 因为上次是12年还是10年 您去那个江湖酒吧 就是您书里面写的第一章的时候 江湖 对 对对对 然后您连续去的第三天 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成年 就是没有办法 那时候还没成年 所以不能进去喝酒 对 然后 后来第四天 终于睡死家里人 过去 你第四天成年 那么巧的事情 然后 然后我刚好过去的时候 生哥你就已经有 赞 然后 就是已经离开江湖了 然后 就是我想问的是 就是因为 这在那天 就是我们大陆的歌迷 一直都觉得那天 就是很激动 很多人都过来 然后我想问您一下 有没有什么在 那天在江湖 可以跟大家有分享 可以有趣的事情 可以跟我讲一讲 可以弥补一下 我那个没有成年 可以看 江湖是那个 几个搞音乐的人 他们自己开的 所以他们平常也就 有在那边表演 那搞摇滚乐的 我觉得大家都搞摇滚乐的 很厉害就是 就总会生 旁边都有好多的妞 所以我们去找妞的 找到了吗 喂 他们都是 那么大牌的人 人家看着 吓坏了 吓坏了 没有让您吓坏了还是 那当天就是 确实是我们奶根筋 不对就是决定 去那边闹一闹这样子 然后 然后 因为 因为我来 连来了三天了嘛 然后 我进去的时候 那个江湖的老板就看 又来了 就已经兴奋也讶异了 结果左叔又走进来 哇 游滚巨星 怎么可能 两个一起来了 然后就一个 碰碰子又走进来 哇 我的天啊 这个神奇的人物怎么来了 所以他一整个卡住了 所以他 就是 应该是 整个听都很兴奋 那个状态 这样 对 这 这挺好玩的 所以 书里有提到江湖九八的那个场景 好 后面有没有朋友 那是很土的地方 但是很有味道的 谢谢 诶 旁边这位小姐 就你 就你 你好 我是来自新疆 现在乌鲁木齐 我们都 他们后来都没有到那里 后来有去吗 然后我做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 就是因为当时你们想去乌兰巴托 结果因为没有去 才用了十几天的时间 然后去了其他的地方 有了书里的故事 那 你还会想要去乌兰巴托吗 我们那个 左叔 你开乌兰巴托的时候 他在机场 小脚 我死也不再来了 这地方 民风疾患 我死不再来了 我还在想说 你有那么糟吧 因为他大概觉得还有很多地方要去 所以 我没有意见 我 我 其实 我挺爱 挺爱祖国的 我挺爱祖国的 我只是跟 某些党派理念不太合而已 祖国同胞的人 都很好 我确实很爱祖国啊 我又不爱祖国 我喜欢那一杯劲 对不对 哪怕是一夜情 去看这个书 去看这个书 里面 他也写得很清楚 很明白 摆过头了 好几年前访问申哥的时候 他其实说过一句话 他说 我觉得 这个 对岸的当局 低估了我对 他们那片土地的感情 或者说错误了他对那片土地的感情 就是那时候你自己讲的 你现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确实我们 我在 我第一次进祖国是 八九年的 一九八九年的 六月四号 就是那一天啊 我正在 湖南长沙 我第一次进祖国 刚好是那一天 我还告诉你 我的结婚纪念日 六月四号 但是我先结的 明白 我一九八七年就结婚了 六月四号结婚 结果 我一九八九年 六月四号 我去了湖南 当时学业已经开始 很沸腾了 我在去的时候 就是九零年了 再来就是去工作 就是九一九二年 当时 几乎每一年都会去 北京或上海录音 因为当时那个唱片业正好的时候 摩檐唱片 滚子唱片 都一直努力开发 所以我们 等于是一个先头部队 都去大陆 都是音乐制作人 要去开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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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资源很丰富 然后大家都很 很 彼此很容易交流 大概一直到 呃 九七之后 九七就是香港回归之后呢 我 我 我觉得我 我觉得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 就觉得 我挨过头了 我挨过头了 就是 这个要小心讲 因为我怕伤到玻璃心 就 就差不多啊 从九七年之后呢 就停了十年 就没有再去了 那个时候 大家都 很沸腾的就 开始一直 去大陆削 就是说 话说就是 大陆最好削的时候 一个人都去削 一个人都去削 然后我 我突然觉得 我的工作已经做好了 我就当时 一直到 两千年的时候 唱片业开始 一路走下坡的时候 我终于认定我自己 不再 做一种 征服的 的动作 我觉得大家都 都 试图想要做 国际级的歌手 我当时就 慢慢觉得 我是区域性歌手 所以 我到现在 对于 往外面去开发的 野心 也没有了 就是去交交朋友 就这样子 可以吗 他 他 他 都不肯要问 最后一个 就让你说吧 好 声哥你好 其实我也是 台 你不会是 啊 哪个吧 不太像啊 不太像啊 那我是福建长州 福建来的坊 这里有没有台湾人 这里有没有台湾人 然后我前面的那个三两个阿嬷的那个姓氏跟名字都语言不详 她说姓雷啦雷公大雷啊 不是看到什么东西就取那个名字吗 其中还有一个叫狗打炮 不知道当天到底看到了什么 就是出帐篷出门的时候看到狗打炮 这到底是哪里啊 不是福建 我们姓陈的都是那个啊 姓陈就是福建郡江或尹川嘛 郡江或尹川大概是这样 但是太久了就是 好久了就对了 那你张州已经 我光一个福建的那个语言就有太多种了 我们鼓手福州人阿伟 他讲话都听不懂 福州话太难了 福州话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啊 蛤 对啊 福州话大概有九个音或超过十个音 有没有 国语是四音 然后客家话是六音 米韩话是七音 福州话大概有十几音 好我们让他问问题 虽然我才认识你过两年 但是我这两年就不信 我几天你过一次 其他人我都听了 然后我就说 那刚好 我觉得他要表白 两年来都不听别人的歌 只听深圳的歌 然后那个 有特殊的感情 有没有消化过量那个玩具 对啊 其实我有时候 我是想告诉大家说 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讲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我是充满的怀疑的 我觉得马斯芳应该比他能理解 你说过一朝醒来是歌星 你不是自我怀疑你做歌星干什么 对啊 我的书里面其实都是在怀疑的 都是在怀疑的 我确实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走到这个路上来 我是在军乐队的时候 被一个师官长蒙的 师官长就说 你们对方有名人会咬七的 我心里在想说 谁不会有七啊 就跑到空军军乐队 他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咬七啊 我说 油七还要油七 油七不就油七 那我咋捏过去怎么咬七啊 我们军乐队 是要吹喇叭的 我说 我我我我我我我 他就说 你还行 你长得帅 我来训练你 他就把我叫去训练你 我就在空军军乐队 吹了三年的喇叭 真的这样 然后呢 就有一个唱片公司 就要考职员 然后就考了 考了很多次 然后考到 我的考到名字 我都不好意思 在用我的本名 我就把志气的字拿掉 我用成生去考 一考就考到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们要大专生 我是念汽车修复的 我没有办法 他说 那你要给我文凭 我没有文凭 我议业的 我赶快跑去 背我的那个 我朋友的资料 就说 校长承舍我 世心编采科 然后学校 我校长承舍我 我是世心编采科的 不管 你要给我毕业证书 我没有毕业 我要一业 我就混到现在 确实是这样 我们快速的讲 我的就是这样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今天发问的全部都 如果听不够的话 跨年去国际会议中心 但是怎么开始的 我也搞不清楚 要怎么结束呢 我也不知道 我来总结一下 这本书我看的时候 还蛮引人入胜的 说真的 而且随便翻开哪一页 都可以往下一直看 就一直看下去 它里面的照片 跟里面的十二则故事 严格说起来 其实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的时候就掉进去 而且好像跟着作者 在做一场梦 或者一起在一种 不知道是醒 还是醉的状态里面 经历了一些 有点莫名其妙的故事 我觉得迷人的地方 也许就在这边吧 就跟申哥那些歌一样 申哥有几首歌 我到现在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但是每次听到 还是觉得 我也不想问他 到底他在唱什么 有的时候最有趣的 也许就是 那个不可解释的部分 的话 也是会变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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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